各位朋友大家好,歡迎你來到天狼美食這個頻道,我是杜師傅,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就是蠟腸紅薯花卷 配方,低筋麵粉300克,泡打粉3克,酵母3克,白糖12克,豬油10克,清水藥160克 蠟腸有粒30克,蒸熟紅薯泥50克,鹽,蔥花適量 將酵母用小許的麵粉、糖、清水半均勻 讓它酥醒3分鐘左右 所有材料混合在一起半均勻 所有材料混合在一起半均勻 清水粉批房 放按板,擦至軟硬色中 較純滑的麵團,靜置10分鐘鬆筋 四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再次插纯滑 静置 即可压棉 有压棉机效果较好 如无用面筋代替 压过的面团 成品光滑眼有 名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一本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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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掃少許的清水,灑少許的鹽,放臘腸粒,蔥花,捲成鬆緊色度的桶狀便可切件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作詞・編曲 李宗盛 編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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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感谢观看 完成后加盖防风干 放室内带醒发35分钟左右时间 即可 谨慎喜见可选择蒸一个尸体 可以的话把如下的蒸好 把盖的倒汗水抹干 中上火蒸8分钟左右即可 不需要窝里焗即可出炉 花卷颜色天然亮丽 红薯香味 松软可口 眼幼而起发好 幼滑光泽好 咸甜蜡味野味 葱花香 如喜欢视频 请订阅 分享 点赞 留言 谢谢收看 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